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说在你的印象里面 这个四个字 哪两个字是过程 哪两个字是目的 大家能告诉我吗 大家好 我是老刘 今天呢 我们把隐进落空 这四个字的后半段 来跟大家聊一下 之前我们不是聊了前半段吗 就那个八法 今天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好吧 先看一下 陈欣那本书上怎么说的 自 子 至 丑 隐 我之隐 及 蜥蜴 自 某 至 尘 四 我 隐 之 使 尽 及 掌 也 自 武 至 魏 身 及 敌 之 圣 气 尽 处 及 我 之 转 观 处 亦 及 机 人 处 敌 不得 士 其 气 及 消 灭 不能 不有 落 角 之 地 所谓 落 也 有 虚 害 及 敌 之 虚 为 虚 故 空 能 不 失 败乎 是 全 之 隐 尽 落 空 亦 一日之 迎 虚 消 长 也 虽然说这一句话 我感觉挺容易懂的 但是 我在这里 还是要先解释一下 这句话吧 算是一个补充吧 第一个字啊 是 隐 这个字呢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 当成是一个起点 起点是什么东西 我们聊八法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起点基本上就是那个停 它也是终点 它也是起点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站在那个地方 没有任何肢体动作 那个是起点 隐是什么 隐是你已经有动作了 那个不是起点 虽然说这个隐 离这个起点非常的近 但是大家一定也不要搞混啊 这个是隐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是近 它说是 我隐之使近 抱歉啊 这个字呢 我感觉可以拿两个层面 来跟大家聊 就是说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边隐边进入敌人的一个范围 你进了这个地方啊 一定是你打击有效的一个地方 算是一个位置吧 就是说 有助于你攻击对方的一个位置 就是进入敌人的一个范围 第二个层面就是说 你边把敌人引进你自己的一个范围 就是你引他进 就是边引边进 就是他不是说吗 是我隐之使近 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两个层面 大家能理解吗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啊 或许 我感觉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这第二个字近 第三个字 落 他说是转观处 也是机人处 对不对 我们在聊八法的时候 说这个转和机 他们基本上算是一个东西 就是你转观过来就要打了 转观过来就要打了 我不知道这个落和空 这两个字 大家理解的是什么意思啊 在这里应该很清楚了 对不对 落和空 落 我们先聊的这个落 这个落就是打人 就是机人处 转观处机人处 它都是同一个意思 空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哈 如果你在跟别人交手的时候 引进落空这四个字 你只用一次 就是说你只用一个循环 那么这个空就好理解了 就是说你把敌人打出去 敌人败了 就是空 什么都没有 回归你一开始的那个状态 就是空 但是呢 大家感觉这个 两个人交手的时候 你可能只用一个循环嘛 就这个引进落空 就是说打他 你可能只打他一下嘛 其实很少啊 其实很少有情况说是 你打他一下 他就不敢动了 那个就算是你功力很深吧 你碰他一下 他就感觉到力量的差距了吧 算是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 只用一个轮回 那么我们不用一个轮回 那个空怎么解释 就代表 那个空就代表 你停下来之后 还记得我们说那个序吗 就是说你停下来 是为你下一个劲而做准备 就是说就相当于是 从白天到晚上 然后再从晚上到白天 然后再到晚上再到白天 这样一个循环嘛 算是 这个空 说到这儿哈 我们今天聊这个 引进落空 它不是四个字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今天要把这四个字哈 再压缩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说把它们四个字 变成两个字 哪两个字 就是阴和阳 我现在不说 哪两个字是阴 哪两个字是阳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 对不对 直接说吧 直接说 就是说 阴和进 它是阴 它是续进 落和空 它是阳 它是发进 但是空呢 我们说发完进之后 又要为下一个精着嘴 又要续进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 无限循环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阴和阳 这个东西就是 在太习圈里面是什么 就是一续一发 就是一阴一阳 一续一发 大家看哈 我们从无外 到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是不是又回到了 我们一开始说的 那个一阴一阳 就是太习圈 就是一续一发 太习圈就是一续一发 但是呢 太习圈这个东西啊 它还是阴和阳的 一个矛盾结合体 对不对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在这里哈 就要求我们 算是两个词吧 什么词啊 就是力量和速度 大家注意哈 这个速度 千万不是 单单指你发进的 那个力量大小和速度的快慢 不单指这个 这个速度 还是指你自身 你化解对方的一个速度 包括你自身续进的一个速度 你发进的一个速度 肯定是要快的 这个是没话说的 你要注意的是这两个东西 就是化解对方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速度 包括你自身续进的一个速度 一定要快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牵扯到我们 说过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一气贯通啊 我们之前聊一气贯通的时候 我们说过啊 就是续进是一个贯通 发进是一个贯通 对不对 但是到你后期一定要做到 续进发进 它们是组为一体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阴跟阳的矛盾结合体 这个东西就要求你的速度 一定要快 续进发进 在眨眼之间 可以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不管是什么 虚拟进去 陈阳最后 还用它要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在一瞬间之间啊 你在一眨眼的时间 你可以完成 那个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速度 速度和力量 你速度提升上来之后 你的力量自然而然 也就 就是你如果达到了那个竞技啊 你的力量也不会小 就是 或者就是那个意思吧 啊 你两个人交手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像打一层架那样 慢吞吞慢吞吞 对不对 我也说过 一层架 它就是在仰你的那个劲啊 说白了 就是在仰你太一拳里面那个练的那个功夫啊 你不可能是用的时候 那个慢吞吞用不可能 那个是过程 不是目的 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啊 基本上都是对于全本身的一个东西啊 今天我们把引进落空这四个字啊 往深了挖啊 啊 我说引进落空刚刚不是把它归类为一进一一样一须一发了吗 对不对 就是太极全一一样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说在你的印象里面 这个四个字 哪两个字是过程 哪两个字是目的 大家能告诉我吗 就往深了挖一下 啊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引和进是过程 落和空是目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 就是我感觉他们四个字啊 都是过程 我说这大家能接受吗 因为我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 你两个人为什么要打架 促成你两个人打架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原因 对不对 你的两个人打完架之后 得到了一个那个结果 那个才是目的啊 所以说我感觉他们四个字都是过程 就是你打架的那个过程 如果说往细了分 肯定是引和进是过程 落和空是目的 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 你为了什么去打架啊 你为了钱 那钱就是目的 你为了名 那名就是目的 你为了打他而打他 那你打他就是一个目的了 就这个东西吧 其实我们今天把这个引进落空这个东西啊 聊完之后 我感觉 这个这四个字 基本上就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感觉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啊 不要理解的那么的偏激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感觉所有的理论都是单独的一个理论吧 就是何必说是什么引进落空啊 什么乱七八糟 我想不起来其他词了 就是说你不要感觉其他的东西都是单个的 他们都基本上是相通的 我感觉不管是哪个理论也好 哪个什么教法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都脱离不了 就是他不管走再远 他都要回到太极拳里面的一个阴和一个阳 这两个东西上 他回不到这两个东西上 那么基本上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那个意思吧 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中间要插一期其他的内容啊 就我是想着给大家留出来一点思考的空间 其实我知道啊 大家有很多人是不会去想那个东西的 但是呢 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啊 我感觉这样做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代入感吧 算是 就想象着大家一直在我身边跟我一起讨论这个东西啊 其实这么说我感觉把我说的好像很孤单似的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捣鼓这个拳啊 是挺没意思 也是挺孤单的吧 算是 所以说我感觉现在有了大家的支持啊 我才会有动力继续往下走啊 算是 废话有点多啊 今天跟大家聊的不多 所以说今天想着让大家想一下吧 算是想一下 怎么样他都要回来 怎么样他都要回 就跟你怎么样都要回到家里面一样 落叶鬼根 哈哈哈